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税局提醒 个人创建国税局在线账户应该访问的唯一地方是IRS.gov 除了在IRS.gov通过批准的国税局身份验证流程之外 人们不应使用第三方协助来创建自己的国税局在线账户 同时 纳税人也应避免通过电话 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分享敏感的个人数据 避免陷入这些骗局 据美联社报道 一些私立大学的学费将在今年秋季开学时首次突破9万美元 波士顿附近维尔斯利学院学费将达到9.2万美元 但该校指出近60%的学生将获得经济援助 学生的平均助学金超过6.2万美元 将他们的学费成本降低了三分之二 除了维尔斯利 今年其他一些学杂费超过9万美元的大学 包括南加州大学9.5万美元 加州哈维穆德学院9.3万美元 宾夕法尼亚大学9.2万美元 布朗大学9.2万美元 达特茅斯学院9.1万美元 波士顿大学9万美元 哈佛大学9.1万美元 大学理事会在最近的一项分析中估计 去年斯利非营币性大学的平均公式学费为6万美元 而州内公立大学的学费约为2.9万美元 州外公立大学的成本约为4.7万美 高昂的学费可能令人窃步 但许多拥有大笔捐赠基金的大学 提高了奖学金和助学金金额 低收入家庭可能只需要支付对外公式学费的10% 墨西哥地方检察机关日前证实 8名中国公民的遗体 日前在墨西哥西南瓦哈卡州的海滩上被发现 经初步调查 遇难者疑似3月29日在前往美国的偷渡线路上遭遇传难 仅有一名男子生还 墨西哥检方表示 遇难者中有7名女性和1名男性 发生轻负事故的船只由墨西哥人运营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4月1日表示 中方对上述船只轻负事件高度关注 中国驻墨西哥使馆与墨方保持密切沟通 进一步核实遇难人员信息 为幸存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并请墨方加紧开展事件调查 驻墨使馆工作组已赶赴事发的开展现场处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